面对人潮汹涌的演唱会 然后突然转身一个独自一人搭的房间 耳鸣了那种感觉就突然下 整个世界就这么空 没有声音 我没有一个人狂欢过 我还是挺孤独的 就是一个人的孤独 应该是不服输的一股劲吧 你可以把这个不服输解读为别人对你的期待 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期待来源于家庭 来源于你周围的朋友同学 他们会告诉你 你加油啊 我看好你啊 你要努力啊 可能别人只是无心的这么一说 但是对你来讲会有很多责任吧 不想让他们失望向能做到更好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这股劲 我特别喜欢项羽 因为项羽是一个悲剧英雄嘛 他觉得对不起江东父老 我那个时候不也是这种心情吗 我觉得我要回去 如果没有 没能够真的站上舞台的话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江东父老 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道 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真正站上舞台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对于每一个舞台 我都非常的尊重 以忠为始嘛 就是把它当作你最后一次表演 你要拿出什么样的力量 这就是对的 这就是真正的对舞台有敬畏的人 不管是表演还是舞台 我觉得都是要真诚的 面对所有的一切 面对所有的观众 不能带虚假的东西 我们用什么走出去 难道是用跟别人一样的音乐走出去吗 我希望就是把中国的穿透文化 中国的民族乐器 融到这些流行音乐里面 具有独特的感受 然后具有独特的风格 中国文化喜欢留白嘛 它其实留了很多空白 是可以你自己去按照你的想象 去发挥去填充的 我们能不能用中文 加上另外一种语言 去表达你想传递的故事 不断地通过这样的运用和创意 去把它创造出来 会一直去想 怎么在已有的框架上面去破一些东西 听自己的听得比较多 但不是因为自恋 是因为我想在自己的作品里找问题 还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你会觉得说 当你吸收了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 人会发生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顿悟的过程 当你自己热爱跟自己喜欢的事情 成了你的未来的一份职业 我觉得这是 快在快在 不断地去清醒地去看待周遭的事物 你才能够真的有 0.0001的机会去触碰到那个梦想 本来人心就有缺陷跟弱点 那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去避讳 我们就接纳它 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确实不够好的话 或者是觉得想偷懒的话 那你就得用你的梦想去要求它 顶顶老弟 顶顶老哥 鸡老哥 肩膀老弟 你们顶顶 我们可以的 我们一定可以的 我没有看到说一条完完全全正确到不能再正确的路 但是我觉得路啊 走着走着它就成路了 冲动就不是热爱 冲动本身就是冲动 所以冲动以后不是有句话 什么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后就好了 你等它凉凉就好了 但如果是真的热爱的话 你不管是365天也好 还是5年也好 还是100年也好 它一直在你体内 它是散发能量的 所以也为什么说真的 你要有热爱才能够让你的努力像永动机一样的动 如果你完全不热爱 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很费劲啊 什么的 然后你会觉得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零号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一根筋 一条路走到黑 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看到自己所看到的 有自己的目标 有自己的信仰 有自己的追求 拍戏呢 能够认识到更多的好的前辈 好的老师 能够让我的整个人生的图画里面 添上更多的颜色跟内容 我跟我的贝壳们有一片净土 我们一起走 然后各自幸福 也希望你们幸福地过着你们的人生 但是呢 我们曾一起走过 这段岁月不会辜负任何人 物是人非的世界里 我还是那个张一星 我还是一个追梦的男孩 我还是会继续奔赴我的追梦之路 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 你们有的焦虑 我也会有 你们有的担心 我也会有 都会有 其实都一样 把那个自恋的人 把那个自恋的框架里面的自己 把它打出去 然后占一个理性的自己去 再去看自己说的东西的时候 你又会 又会有新的调整 其实我是感性跟理性都 在某一种时候 自己通过调配 或者是环境的原因 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它也不是那么的理性 也不是那么的感性 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 特别理性跟特别感性的时候 随着各种各样工作的堆叠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周围的声音呢 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好的声音 围绕在你左右的时候 但我又是一个 无日三省无身的人 那我就会想 好在哪儿 为什么好 OK 如果你觉得不好 就不好在哪儿 然后就会挖掘 挖掘自己的问题 挖掘一些真相 因为自己成长环境 相对被保护的时间比较多 可能被罩起来的时间比较多 如果自己不去挖掘的话 看到一些现实真实的世界 对 就只能是自己去 爬上去看 对我来说 一个成长男人是在 规矩的方圆内 无限的自由追逐自己的梦想的 致死是少年的男儿 感谢你在前29年 努力的奋斗 努力的拼搏 坚持自己的信仰 坚持自己的底线 走到了今天 那么呢 希望 未来 你可以一如既往的追 我们都知道的 那个梦想 祝福你吧 30岁的张艺兴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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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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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